另一支旅结束了 现在咱们从华阴蒙山脚下回家 需要坐五个车到家 先坐这个蒙山到蒙阴县城的车 三点半发车 咱们先在这等一会儿 公交司机身好 看我背里没水了 请我喝白开水 下午三点半准时发车 从蒙山到蒙阴 十块钱 只有我一个乘客 到县城差不多五十分钟 二十二公里左右 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到了温河大桥 下面的温河是蒙阴的著名河流 古人把山之北 水之南称为阴 蒙阴县城的位置就在蒙山北边 所以这里叫蒙阴 前段时间去了华山 华山的北边叫华阴 跟他是一个道理 师傅人太好了 刚过温河 他就问我要去哪里 我说要坐车去哪里 他又掉头了 把我带到高速路口 说是汽车站太远了 没必要去 现在咱们车子停在流洪公园旁边 师傅说他也没事干 让我坐在车里等 把我都感动哭了 车子来了 师傅人真的太好了 上车了 票价是28块钱 一共三个人 从蒙阴出发 到宁仪的农达科运站 85公里 一共用时两个半小时 从宁仪到泰州 今天没有直达了 有一个到新仪转车的 但是没票了 现在开始抢票 邪神又开始玩套路了 其实我抢票成功了 是一张无作的 如果一不留神 就确认出票了 就被他坑了 无作票随时都有 还需要抢吗 果断放弃 上次已经吃了他一回亏了 我现在长记性了 蒙阴到宁仪的车 分为高速和低速 来的时候做了低速 回去的时候运气不好 又是个低速 现在到了蒙阴的借牌 现在到了蒙阴的舵桨镇 著名的孟良故 就在舵桨镇 好了 第一成抢票成功 咱们再来买第二成 新仪到泰州的票 这个票不用抢啊 直接买了 完美 现在到了 宁南县的双后镇 现在咱们到了 宁南县的青驼镇 现在咱们到了 宁仪市南山区的半城镇 现在又到了 宁仪市南山区的早园镇 这上面就是日南高铁 从山东日造到河南南港的一个高铁 过了早园镇 咱们就进城了 终于到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上车的是宁仪东站 不是宁仪站 宁仪东站特别远 距离有16公里 现在已经不早了 公交车都没了 咱们要走路去坐K30 K30这个公交车油管版 水面再在大美宁仪逛一逛 不着急啊 晚上11点才发车呢 这是什么地方 这么多好吃的 可惜了 刚刚我吃过饭了 完美错过 现在走到了银座 这里好漂亮啊 现在走到了银雀山路 公交站 也是个BRT 再体验一次BRT 今天不是周末 要给钱了 可以使用外地的公交卡 还有优惠 只收1块7 能做这个K30啊 不知道有没有了 这个上面显得是 8点 现在8点05了 但是高德上面显得是 8点半 我已经研究好了 是运营到8点半 上面屏幕上有K30的信息 还有四站 上车了 现在公交车来到了三河口 一河对面就是电视台 特别漂亮 这个宁仪东站什么情况 这么偏僻 开到了荒山野岭 开到农村里面来了 黑乎乎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 只能到宁仪东站坐 太远了 坐了40分钟 终于到了 宁仪东站在宁仪河东区的 相公镇上 有点偏僻啊 下来了 这个车站特别小 但是人一点都不少 又饿了 登车之前再搞一顿 搞个宵夜吃吃 宁仪东站门口有个小卖部 还有个小饭店 再买上一桶面 一瓶可乐 以备不时之需 明年一大早6点多就到家了 可能吃不上 咱们来参观一下宁仪东站 宁仪东站是济南局管辖的三等站 位于交新铁路之上 交新铁路是山东 交州到江苏新仪的铁路 咱们的目的地就是新仪 一楼是售票和安检口 二楼是后车厅 后车厅一共就这么大 一个检票口 也没有电子大屏 今天晚上就咱们这一辆车了 没车了 总共就这一个屏幕 这个车厂的车次不多呀 咱们一会儿要做的就是这个 快1595 起点是烟台 终点是郑州 这个空调不仅个头大 风也大 真两怪 随着发车时间的临近 人是越来越多 还没开始检票 这么多人都开始排队了 登个车都这么卷 我也来排队吧 这算不算劣币驱逐娘币 现在已经检票进来了 但是火车没有停稳之前 不让进去 主要是为安全考虑吧 这么搞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下车停稳了 咱们开始登车了 今天做的是快159 由郑州局运营 起点烟台 终点郑州 咱们从宁仪东 做到新仪 就两站 一个半小时到达 硬坐票价15块5 23点10分 咱们离开宁仪东站了 宁仪再见 车上已经是爆满状态 看一下座椅套 郑州客运段 第二天了 0点07分 咱们到达了谭城站 谭城是宁仪最南边的一个县 和江苏交界 这会儿不仅爆满了 还有很多无作 太辛苦了 1点06分 到达了新仪站 新仪是江苏徐州的一个县级市 咱们要准备下车了 原来江苏仪山东这么近 到了新仪还得换一辆车 换乘时间 一个小时50分钟 相当合理 我就喜欢小站坐车 人少少走路 还有安静 新仪站也特别小 咱们再参观一下新仪站 这就是新仪站了 陪灯瞎火 灯都没有 新仪站是上海局管辖的四灯站 位于农海县之上 咱们再进去看一下站房 这里面更小 就二三十个椅子 你别看它小啊 还有二楼呢 咱们在这坐一会儿 一会儿就要登车了 等了一会儿又开始检票了 咱们第二辆车坐的是快247 这辆车是成都局运营 起点成都西站 终点是扬州站 咱们从新仪坐到泰州 一共就三站 四个半小时到达 硬坐票价54块5 凌晨2点28分 咱们从新仪出发 3点04分 火车到达了树阳站 树阳是江苏肃千市 下下的一个线 5点15分 咱们到达了阎城站 此时天已经亮了 车上人已经不多了 我也打算躺下睡一会儿了 6点5至5分 到达了泰州站 到家了 日照和宁仪之女 就分享到这里了 最后再次感谢一下 同城旅行 9元火车票盲盒 既帮我省了路费 又帮助了一个 选择恐惧称人群 选择了目的地 下个月我还用 用到你倒闭 希望这个盲盒 永远不要消失 我会一直帮你打广告的 再见 再次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